接下来我们会讲第二条 第二条有三个资料 资料A其实是一个肥胖人口的统计 是不同国家的肥胖人口统计 资料B是一个漫画 漫画似乎是一个较为肥胖的人 在吃一些汉堡包之类的东西 资料C就是一个报道 是讲关于如何做一些宣传的平台推广 是用全程减研减糖的计划 去做一个示例去解释的 我们先看看题目 题目就是漫画B的讯息 讯息的字要小心 就是在多大程度上 多大程度上也要小心 能够解释资料A所反映的全球问题 咦,即是说资料A是反映的全球问题 简单地说,我们要结合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结合资料B的讯息 第二件事,要知道资料A的全球问题是什么 第三件事要留意的就是多大程度 多大程度就没得说了 一定要正加反映的,怎么都要正反的 而且一定要有纳裁的 这个不用说的,通识科一定有的 答案是6分 好,我们首先要看看资料A 反映了什么全球问题 资料A反映的全球问题 其实一眼望下去,也不是太困难的 也很容易 detect 到的 其实就是说全球肥胖的人口 一标题给了你 而整个数据都较为简单 也说到全球不同的人口 我们要留意,尝试了一部梳理的是什么呢? 看看左边的国家 其实国家来说,再看看 原来来自不同州都会有的 不同州的国家都有的 包括有亚洲国家 印尼、巴基斯坦、印度、中国 另外就有欧洲国家、德国 很多时候都将俄罗斯变成欧洲国家 非洲国家也有埃及 而美洲国家有美国、墨西哥、巴西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都会是美洲国家 简单地说,原来从不同州的数字显示 原来肥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这一件事跟刚才问题所问 都蛮混合的 是不是一个全球问题了 好了,那现在解决了 这个资料A 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现在再看的就是资料B 资料B是什么信息呢? 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信息其实就是 当我们看了一些现象之后 或者看了资料本身之后 或者看了漫画之后 将这些漫画看到的东西 然后变成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那些叫信息 就不是纯粹描述漫画的 因为我们不是将漫画文字化 我们不是考中文 我们是考通识 为怎样将我们看到的东西 变成了信息 是有效帮助我们做一个分析的 首先第一件事呢 如果我们一看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这个图中人物的戒肥胖 这件事就很容易跟上面吻合的 即是跟资料A是吻合的 肥胖 另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在吃一些汉堡包 而汉堡包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些食物我们某程度 都是叫它做什么呢? 叫它做这些垃圾食物 那这些垃圾食物呢? 会不会跟肥胖有关系呢? 其实这里可能它有些东西在说的 即是吃得多垃圾食物的话 会不会这个肥胖有关系呢? 还有,会不会垃圾食物 是造就了一个饮食习惯呢? 就是说,垃圾食物造就了一个饮食习惯 而这个饮食习惯是会导致肥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位置 哦,这里 这里有一些大家所熟悉的电子媒体 或者可以说手机 原来手机就是代表了网络 会不会透过这个网络 就将这些饮食习惯 带到全世界呢? 又成为了这个世界问题呢? 其实我们在说这些位置 就是其实我们在说支持的位置 就是说这个资料AB 是在反映资料A所的问题的 这两个点 行不行? OK 再讲一次了 资料A所反映的是一个肥胖问题 是一个全球性的肥胖问题 也有不同的州别的国家 有不同的肥胖的情况 最夸张的就是美国 有86.9个8万人口是肥胖的 而资料B就告诉他 其实有一个很肥胖的男生 应该相信是 他在吃垃圾食物 而垃圾食物是会造就了一些饮食习惯 而饮食习惯最后会导致肥胖 所以基本上是在支持资料A所说的 而资料B 为何这个问题会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呢 就是其实往往这些饮食习惯 就透过网络 遍布全世界 令到全世界的人 是会很容易 大致上跟从这种饮食习惯 而同样导致出现肥胖问题 暂时我们看到 就有两样东西 是在支持这个资料A 但是其实我们都会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除了支持之外 亦都要告诉大家有所不足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什么程度 这个是什么程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要留意正反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是关于正的 那现在我们试试说一些反的 如果说反的话 我们会留意到第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发展 会不会那个经济发展 在全世界来说 尤其是发达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之好 是改变了人的饮食习惯呢? 就未必是这个 未必是这个汉堡包 可能是大鱼大肉 都可以的 而这个不良饮食习惯 最后都会导致肥胖的 就是我们不能够怪 全世界的人的肥胖 是来自吃汉堡包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会不会有其他因素 社会富贵了 吃的东西 饮养得更丰富了 饮养得更丰富了 吃的太多了 过渡了 会不会都是形成了肥胖呢? 第二样东西 其实网络本身 都是一种静态的活动 会不会由于静态导致到个人运动 是减少呢? 而个人运动减少 就当然容易有肥胖了 所以来说在这里我们列举了一些可能性的答案 尝试帮助改同学作答 最重要是记住 刚才因为这个题目正在问什么程度 所以我们就要正反皆答 而很明显 资料B是在支持资料A的 对于反那方面 我们也尝试用一些想法去讨论 其实除了是否真的这些败胖包 是可以令到肥胖呢? 可能不败胖包也会肥胖的 为什麽呢? 你也尝试想了一些答案 就帮助大家去作答 好 Id now to go 那我们现在去解答B题了 B题其实我们一 decir可以看到 宣传推广 这个明显是一个大的重点 立法规管是另一个大的重点 来说 而整条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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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是什么? 是否教,这点某... 就是这样说,比较 这这条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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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是比较题 促进香港人健康 其实是在问哪种方法 是教能够有效地 促进到香港人的健康 有一个比较 我们也是正反 正反 正反就要做了 当然要找一些比较点 有比较点才会做得很理想 要不然太过描述性就不行 现在尝试给一些建议答案给大家 第一个比较点 其实我们看到宣传是属于资本的 即是从你的理念上出发的 可以吗?从你的理念出发的 尝试用这些宣传方式 教导你什么叫做健康 教导你什么叫健康饮食 希望从你的概念上 去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这个是较为资本的 但是立法呢 我们看到是自标的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食物营养标签 我们看到就施行了一段日子 大家同学有没有留意过呢? 或者这个食物营养标签 对你的食物营养标签 会否有所警惕 或者有所帮助呢? 这个大家看到 立法固然有效 就有标签 但是真正这个标签能够帮到大家 似乎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留意 就是纯粹知道立法做了事 所以我们看到它是指标 而宣传就是自本的 所以自本就比指标好 第二件事 就是宣传的立法 宣传是相对容易的 可行性方面 这个可行性 就不是在说宣传的东西 而是在说内容 就是宣传带出来的讯息 是可行性会高一点的 拍得电视 做得宣传 当然是示范给你看 就是告诉你 这件事是可行的 但是这个立法 似乎它是 可以是如何? 较为难 较为难 是可以令到你生活上改变的 可以吗? 好了 另外 第三点 宣传推广 特色是什么? 没有强制性 没有强制性的话 自然受人欢迎 你跟我说 我还做是另一回事 当然支持宣传推广 但是立法 由于是强制的 会不会与个人选择方面 有所冲突呢? 即是说 我吃汉堡包 难道政府也要管我吗? 一牺牲个人选择 自然就争议大了 所以来说 在这里看到 如果从有效性来看 接口宣传就好一点了 那些人容易接受 好了 到了反面 反面 反面 又再说了 反面 第一点 我们会觉得宣传 是一个软性手法 很软的 既然软 就自然没有约束力了 没有约束力 什么事呢? 看完就算了 不会做 虽然你看完就算 不会做 你的饮食习惯 也不会改变 但是立法 就是属于强制性 政府说 不让你卖 那立刻 在市面上就没得卖了 所以来说 效率就会高很多 第二点 另外宣传 以前 说明是概念上的改变 转移 要时间长一点 因为你一个人 你这样 他吃了漢堡包 吃了很久 他一下子戒很难 所以他可能要经过一个长时间 才能够解释这些薯片 好包 垃圾食物 但是立法 就相反了 即是即时见效 一声说 加税 不直接加税 我都说了 是不是? 你看看香港加烟税 就是这样的情况 今天说加,明天就立刻买贵 虽然是即时见效的 这个也是 立法比宣传有用的地方 第三点 挺有趣的 会不会 我们有个想法 只做一样 是不行的呢? 会不会我们宣传 和立法 相管齐下呢? 这个是新的 新的想法 会不会宣传和立法 相管齐下 令到效度 可以大大提升呢? 这些都是可行的 建议答案 希望能够 作为参考之主 都不知 也许 要论